鱼金曲 缓缓走上舞台 这位是来自台东县 盐平乡的卫生所志工 YSOOS 鱼金菊 货班委今年 卫福部节管署防疫机有奖的 非公类个人奖 平时担任部落教服员的他 除了长期陪伴长者 并推动布农族传统技艺之余 也自愿替族人进行 足语卫教宣导各项 传染病的防治作业 可能有些在沟通方面 然后他们 有时候会没有办法衔接 那透过足语母语去 让他们了解 因为我是在地的部落的人 那我了解他们当地的 民情风俗 那个习性什么的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当做桥梁 那帮助卫生所 协助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很光荣 由于在远昌地区 不见得所有族人 都了解当前疫情 因此成为居中传身筒 在防疫工作上显得更为重要 像是这一位花莲县秀林乡 卫生所的护理师江宋敏 他投身医护界三十年 在今年主动针对社区 结合并家户群聚 进行深入调查 成功阻断感染源 也获得今年防疫机有奖的公务类个人奖 我们都使命必达 因为把这个阻断传染源隔绝了嘛 我觉得蛮有寓意的 不要传染整个社区 另外还有这一位 南投新一乡卫生所主任 石浩伟 也获得公务类个人奖 八年下来 他与卫生所团队及社区合作 深入各原乡部落 推动结合病筛检及治疗工作 使新一乡近五年来的 结合病发生率成功下降 慢慢的这四五年下来 我们的肺结合的防治率 有慢慢的下来 发生率慢慢下来 而且就有这样的计划 慢慢让我们的主理知道 说肺结合要怎么去防治 也知道怎么有一些症状 他们会主动来 我们卫生所来就医就诊 卫福部机关署在11月5号 一共表扬全台56位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 有卓越贡献的个人与团体 感谢他们愿意站在医疗最前线 无私付出 守护国人的健康 原是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